OK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主題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地方 還記得嗎? 這個是什麼? 沒有錯 這些叫做拍號 那今天我們要來延續拍號的主題 我要簡單的介紹什麼叫做簡單拍子 還有什麼叫做複合拍子 簡單拍是什麼? 複合拍是什麼? 其實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喔 那首先你看到在這個拍號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它會重複的出現? 我們看 我們順便來複習一下拍號吧 那這個的讀法叫做二四拍 先讀上面再讀下面 那這個呢就是三四拍 那還記得下面的這個四是什麼意思嗎? 是的 它就是以四分音符為一拍 那上面的二呢 它就是一個小節會有幾拍的意思 一小節具備幾拍 所以啊二四拍就是以四分音符為一拍 一個小節會有兩拍 那三四拍呢 就是以四分音符為一拍 一個小節會有三拍 那同樣的喔 那這個的讀法呢 就叫做六八拍 一樣下面的 以八分音符為一拍 一個小節有六拍 好接下來我們要來切進我們的主題了 那什麼叫做簡單拍子呢? 好 所以啊 你看到原則上呢 一個小節啊 如果是兩拍 三拍 四拍的組成的 那它就是屬於簡單拍子 兩拍三拍四拍組成的 那所以啊如果是兩拍三拍四拍的話 那比方說如果它一個小節是兩拍子的話 那它就會變成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那如果是三拍子的話 它就會變成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你有沒有發現老師都把一寫得特別的大? 因為啊我要告訴你 三拍子啊它剛好也是強弱弱 強弱弱 那兩拍子呢它就是強弱 強弱 那四拍子的話呢 四拍子啊它就會變成 一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好你有沒有發現我把一跟三寫得特別的大? 因為四拍子呢它就是強弱 次強弱 強弱 次強弱 所以啊如果一個小節裡面是兩拍三拍四拍的話 它的組成呢非常單純的就是這樣子的拍點 那我們就把它叫做簡單拍 或者是呢有些人會把它叫做單拍子也可以 好所以單拍子呢非常的容易理解 那也就是說啊你看普利這裡囉 所以這裡呢 二四拍三四拍四四拍 二二拍三二拍四二拍啊 它都是屬於單拍子 好除了這幾個之外啊 這裡你有沒有發現它有一個三八拍 它也是每一個小節只有三拍 所以啊這個也是屬於單拍子喔 那也就是說啊如果超過四拍的話 我們就會變成是複合拍子 所以你看到這裡呢有這個六八拍 九八拍 那他們呢就是屬於我們還沒有介紹到的複合拍子 好 那複合拍子是什麼呢 其實啊複合拍子啊也是從單拍子衍生出去的 那首先啊我們先來看一下六拍子好了 那六拍子呢它會怎麼打呢 好注意看囉 它其實啊它會變成是 一二三 二二三 一二三 二二三 好 你來細數一下喔 看它是不是 六小拍喔 一二三四五六 這邊會有一個小節 一二三四五六 又一個小節 所以啊 它其實啊 每一個小節裡面有六小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它其實可以被分為是 兩大拍喔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九拍子的話要怎麼看呢 九拍子啊 欸你應該有想到了對不對 它會跟我們的三拍子也有一點像 它是變成 一二三 一二三 二二三 三二三 一二三 二二三 三 二三 好 那它的小節啊 一樣是這樣子的話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它就變成是 一個小節裡面會有九小拍 但是它還是屬於三大拍的一個單位喔 那除了六八九八之外啊 其實還會有一個拍號叫做 十二八 那十二八呢 你就知道它是以八分音符為一拍 一個小節啊 會有十二拍 那所以十二拍的曲子呢 它大概感覺會長怎樣呢 沒有錯 它就是 一二三 二二三 三二三 四二三 然後再從 一二三 二二三 三二三 四 二三 好 這個啊 就是十二八的感覺 那也是一樣喔 其實呢 十二拍的曲子 它也是有 隱約可以聽到四個重拍在裡面 好 這樣子講啊 可能有點難以理解 沒關係 我們直接就來看一下 複合拍子的曲的範例吧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例子喔 那這個例子呢 來你看到這裡 它的拍號已經告訴你了 這個是六八拍 也就是說呢 它是以八分音符為拍 然後啊 一個小節會有六拍 那還記得我們剛剛講過嗎 六拍子的話 它原則上是 一二三 二二三 一二三 二二三 好 所以啊 八分音符喔 你來看看在這個地方 它是不是剛好六小拍呢 一二三四五六 那它在第一拍跟第四小拍的時候 是它的重拍 所以啊 你來看一下 它是第一拍跟第四小拍 第一拍跟第四小拍 都是它的一個比較旋律重要的部分喔 那這個曲子啊 是 貝多芬的給愛麗絲 那我們一起來聽聽看喔 好 那我們來聽聽看這個曲子喔 那這個曲子會稍微的比較輕快一點 所以啊 它的拍子會變成 一二三 二二三 一二三 二 好 好 我們來看這個普利喔 來 你可以先看它前面的 排號 哇 它是一個 先讀上面 再讀下面 所以它是十二八拍的曲子 好 十二八拍 也就是說呢 它的意思是 以八分音符為一拍 然後呢 一個小節裡面會有十二個八分音符 好 你可以來檢查一下 剛好下面這個啊 就是八分音符 對不對 一二三 四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那你還記得剛剛呢 我們才講完十二拍呀 它其實啊 它是 一二三 二二三 三二三 四二三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一二三 二二三 三二三 四二三 那在它的旋律的跑法呢 也會在這些比較主要的重拍上面啊 會有不同的旋律點跑出來喔 那我們可以來聽聽看喔 那我們可以來聽聽看這樣的一個感覺喔 那我們聽右手的部分就好 請聽 好 我們來聽聽看喔 注意囉 它會是一二三 二二三 三二三 四二三 一二三 最后啊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小複習吧 那这个主题呢 我们是在介绍简单拍子 简单拍子 或是啊 你可以叫它单拍子 然后跟复合拍子 或者是啊 你可以叫它复拍子 那我们一个很明显的点呢 就是比方说像是 二四拍啦 然后三四拍啦 四四拍啦 原则上都是属于简单拍子 那复合拍子呢 比方说像是六八拍啦 九八拍啦 还有十二八拍 这些都是复合拍子 那为什么是简单拍呢 因为它就是一二一二 那它就是一二三 一二三 那这个呢就是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那我们的复合拍啊 它是以八分音符为一拍 所以它每一个小节会有小的小碎拍出现 所以六八拍就是 一二三 二二三 那九八拍也是哦 一二三 二二三 三二三 然后再回到一二三 那十二八呢 它就是分解成十二个小音符 所以啊就变成一二三 二二三 三二三 四二三 那我们刚刚啊有听了这些不同的例子 你就可以去感受出来 它有一点就像是 就像是比较一点摇摆 比较swing的感觉 好 那你应该有发现 为什么老师要把这几个呢 对照着写过来呢 所以啊 其实当你看到六八九八 或是十二八 你有一点难抓住 它每一拍比较重点的拍子是几拍的话 其实啊 你去看哦 我们把上面除以三 下面除以二 上面除以三 下面除以二 上面除以三 下面除以二 好 虽然你就会得到 六除三是不是变成二 八除二是不是四 九除三是三 八除二是四 十二三 除三是四 八除二是四 所以啊 你就会发现啊 其实二四拍跟六八拍啊 它们的感觉很像 它们一拍 一个小节里面都会有两个重拍 那三四拍跟九八拍会很像 四四拍跟十二八拍会很像 所以啊 这就跑出了另外一个名词 叫做相通拍 相通拍 那也就是说啊 二四拍呢 它跟六八拍是一组的 那三四拍呢 它跟九八拍是一组的 四四拍呢 跟十二八拍是一组的 就是因为 它们每一个小节会听见的 比较重拍的拍 拍点呢 是一样的 这个就叫做相通拍哦 好 那关于简单拍跟复合拍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咯 好 好 好